民進黨臺北市立委參選王世堅 日前出席參會 贈送兩箱 印有自己跟賴清德的照片的啤酒 這一下引來了國民黨對手 有數會大聲 民進黨是 名副其實的謙卑政黨嗎 甚至質疑了 先前徐曉清 才因為受面 結果被調查 那為什麼王世堅可以送啤酒不法呢 對此當事人王世堅則澄清 啤酒只是參會的伴手禮 單價不到三十元 並沒有違法問題 莫名其妙 小題大作 民進黨臺北市立委參選人王世堅 瞪大眼瞞臉無奈 因為國民黨對手游淑會揭露 王世堅在參會中贈送了兩箱啤酒 啤酒的紙箱上貼著 寫有信賴臺灣的貼紙 甚至還放上王世堅跟民進黨總統 參選人賴清德的照片 游淑會質疑 國民黨的徐曉星日前贈送受面給選民 被認為有會選疑慮 但王世堅竟然可以送啤酒 我在大同士林很多餐廳的牆角都可以看到 喝酒送酒跟送送面 我覺得應該是同一個標準 医長很好意的在歲末年中 他們辦了酒桌的宴席 那當然也邀請我 如果我空手而去 那難道我們是去白吃白喝 魚肉香名嗎 王世堅陳青這些啤酒只是他在參會時代的半熟禮 而單罐啤酒的價格也沒有超過三十元 王世堅還反打游淑會送給選民上百元的大禮包 這隨隨便便加起來這是不是上百元 光栽平廟館加批發價就三十九元到五十九元 他又要給我製造受面冤案 就是明明是四塊錢的購物袋硬是要說成一百塊 明明是二十塊錢的洗網金 在王世堅的嘴巴裡面就變成超過了三十塊 那他就去告發我啊 王世堅和游淑會展開唇槍舌戰 連對方的年紀都成為攻擊點 我覺得對手年幼無知 但是一而再再而三 而且在我了解他的年齡之後 我覺得我希望他不要再這麼做 我也沒有去說他年長要退休的人 還給人家選什麼選 所以他批評我年紀要幹嘛 競選小屋是選戰的必備品 怎麼透過小屋讓選民更認識自己 有沒有超過法定三十元的門檻 每回選戰都是焦點 就陳明華 張宏勳 SNS教族 台北三報道